张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在全国持续展开急难时刻 张音刘明忠夫妇安排所属九龙纸业向疫情重点地区湖北省捐款3000万现金 并安排旗下美国中南公司和九龙纸业美国基地发动全部采购力量 采购到约3万余件防护服和约1万个M95口罩 物资总价值240余万全部运至国内 张音1957年2月出生于广东韶关 家中有八个兄弟姐妹 她是老大 还在张音10岁的时候 她就赶上浩杰 父亲因为得罪了一些人 没有幸免于难而是被害判刑入狱 那时间年小的张音就体会到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随着浩杰结束 张音得到消息说可以考大学了 她激动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和那时众多深深学子一样 张音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阅读和学习 那是一段和时间赛跑的旅程 幸运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音凭借非凡的意志力和领会力 考取了财快专业 那时她也许不会想到 这个专业会让她一生受益 1982年对于中国来说 那是一个极度缺乏人才的时代 毕业后张音来到深圳 成为一名基层会计人员 由于文凭过硬 业务熟练 张音很快地成为了工厂贸易部部长 接触面多了人脉交往频繁后 在1985年 她看到了废纸回收行业的商机 但辞职意味着放弃优越的工作 一贯支持她的父亲 此时也对张音这个选择不太接受 但张音还是排除了各方意见 拿着自己打工赚来的三万块 开始自己做老板 从此她踏上创业路 慢慢意识到 创业是要针刀针枪去听的 为了谈客户 她费尽心血 拿到了内地造纸厂的代理权 而拿到代理后 她不得不又辗转香港推销业务 80年代香港人本就看不起大陆 更何况她远走她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 白天谈客户 晚上只能睡在出租房内 那段时光 张音事后回忆 只能用艰难困苦来形容 凭着切而不舍的精神 张音终于打开市场 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上游货源 她又开始切下游 创立独自公司 经营造纸厂 当她创立东莞中南纸业 有限公司的时候 十年只有31岁 很快她意识到造纸行业的弊病 国内纸质差 由于纸圆是草和木浆 以至于造不出高级纸张 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去美国回收废纸 她让山姆大叔收起了傲慢和偏见 以至于和张音合作过的美国公司 在后来和她都保持着长期的往来 张音坚信 诚信是不分国度的 诚信才是商业的根本 1996年 张音投资1.1亿美元 成立九龙纸业 1998年产 能20万吨的生产线竣工 这对于当时国内竞争对手 只有5万产能的众多小厂来说 九龙纸业无疑一招定乾坤 快速巩固了行业的位置 之后九龙纸业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2005年 九龙超过陈明 成为中国第一 亚洲第二 世界第八的造纸厂商 张音现任九龙纸业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11届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 2020年2月26日 张音家族 以420亿元人民币财富 名列胡润全球富豪榜 第368位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